至冠科技是两岸三地第一家股票上柜游戏公司 也是台湾游戏产业中 唯一具备上中下游完整版图布局 致力打造一个缤纷欢乐的华文娱乐软体王国 2013年至冠科技成立30周年 将整合集团通路研发营运数位平台四大板块 由4美元代理策略开始 当时版权观念尚未萌芽师大幅降低公司获利 把利润还给门市 创造通路销售正版软体提升获利的双赢局面 更看卷网络消费的崛起 推出整合线上付费之革命性商品MyCar 提供玩家一卡在手娱乐随我的便捷服务 是全台最大的通用游戏点数卡 未降低店家库存配送等成本 于2010年推出ePlay Go卡服务 结合绵密的通路网络 在全台有高达一万一千家的实体店面销售 更将服务推广到香港 马来西亚等华人地区 研发为游戏的核心价值 至冠科技于1990年举办第一届金词片奖 率先培育国内研发人才 辅导国人开发出 三国演绎 匹立幽灵剑 风云等多款游戏 2000年成立中华网龙 除了强调创意的游戏内容研发 更导入多项管理和制程 将游戏生产运用科学和工具 持续制作出高水准游戏 金庸群侠传 天子传奇等多款游戏 均创造出极佳的成绩 2008年 以推动华人文化为目的的 智乐堂成立 自研台风引擎也陆续开发结果 包含中国网路奇数改编的飘渺之旅 结合小李飞刀和小鱼儿的古龙争霸 均有显著成就 2013年台湾本土文化 霹雳神舟改编成线上游戏 更在台湾造成极大的轰动 秉持着提供世界级游戏 给台湾玩家的精神 吃惯集团成立游戏 带领营运的游戏新干线 灵活运用各种大言人籍行销手法 展现游戏的多样性和源源不绝的创意 旗下RO仙境传说 更是缔造30万人 同时在线的台湾游戏记录 台湾会员人数高达800万人以上 2005年与美商暴雪公司合作 成立置番底 带领全球最受欢迎的线上游戏 魔兽世界 让台湾玩家享受到 世界级服务和精致的中文化内容 睽違12年的暗黑破坏神三 也和全球同步上市 让台湾玩家和世界接轨 一同创下24小时内热卖350万套的奥人成績 在网路未发达的年代 至关特地为带来与世界接轨的资讯 先后发行软体世界 ePlay电玩一周刊 电玩双周刊和APP情报志等杂志 里面有许多五六年级生共同的回忆 有感于网路和数位技术承受 除了发行数位杂志 也推出全新影音游戏新闻电玩战速配 建立摄影工引进专业人才和器材 发展数位影音内容 2010年成立东南亚最大录音室 至关音乐中心 更是迈向国产游戏音乐的新里程 数位内容服务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GameDB MyFund MyGame Minic MySafe等创新服务 将虚拟娱乐产业 推变成无所不在的生活习惯 为了扩大游戏市场 更成立智云科技 少生科技 强化游戏产业IT资源管理 和网路云端服务 带动国内游戏市场的蓬勃发展 志冠30年 走过游戏产业的时代变迁 我们将不只满足过去的足迹 更将大步向前进 创造下一个时代的意义 秉持着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成立财团法人志冠科技文化艺术基金会 推广社会文化 深耕在地文创沃土 培养专业艺术人才 善尽社会责任 志冠多元且完整的经营模式 在爱心耐心用心的人文精神带领下 我们将立足台湾脚踏实地 保持活力专注本业 并将志冠主动积极 面对深入的职业精神 心情相传 永续经营创造百年基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